吊车勾到了高压电线 酿成三个人死亡的悲剧 台南原名男子带着两个儿子 跟同事采收文革 准备将机器吊挂起来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勾到了高压电线 两个儿子跟同事遭到电击当场身亡 而男子则是倒向了一旁的草丛 随后吊车起火燃烧 男子虽然是逃过一劫 但是痛失两个孩子跟同事 也是让他难以承受 整辆吊车被火吞噬 大量黑烟不断窜身 火势大道一发不可收拾 消防车十万火急冲到现场 吊杆勾扯高压电线垂落在地 让消防队员不敢轻举妄动 不敢射程 因为这个电压如此高 就算用水路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通知台电公司到现场断电 好不容易扑灭火势 整辆吊车被烧到只剩骨架 父亲站在一旁难以置信 孩子和同事就这样不幸身亡 原来当时台南这名父亲和两个儿子及同事收工到余温采收文革 收工后大儿子操作吊车 父亲小儿子以及同事帮忙辅助文革机 没想到吊杆不小心升太高勾到高压电线 四人被电击 父亲倒向草丛 小儿子也想逃开 但为时已晚 两个儿子和同事遭到电击身亡 这时电击火花落到车上柴油引发火势 看着儿子身亡却无能为力 死里逃生的父亲悲痛万分 两个儿子年仅二十多岁 经常分担工作 孝顺懂事 如今为了中秋赶采文革 发生憾事 采收文革酿成三十亿外 检视工作现场没有防护设备 也没和电线保持距离 劳工局勒令停工将雇主移送法办 原本希望趁着中秋多转一点 没想到竟然除了意外 中秋将至天人永隔 这份痛家属怎么承受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道